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2月19日 欢迎收看第二期的《万维独报》 我是Jennifer 中共造假忽悠舆论真是花样百出 疫情风控放开后又有许多造假发明 近日中国多地疫情爆发 港媒称北京单日就有2700人染疫身亡 而官方公布的确诊人数却寥寥无几 网传医院未隐瞒疫情将染疫者病因写为上呼吸道感染 核酸检测机构则对阳性结果一律不出报告 香港《明报》12月18日报道称 从北京市多间医院和12间病疫管输了解到 北京市近期染疫死亡个案激增 因羁压太多遗体来不及火化 导致医院停事间爆满 甚至一个格塞进两具遗体 部分殡仪馆已购入冷藏货柜 一柜储藏20到30具遗体 该媒体还援引未居民的北京业内人士的话披露 近17日一天内 北京市染疫在家身亡就有2700多人 当地仓葬服务费已坐地翻倍 与此同时 医院走廊摆满遗体和殡仪馆爆满的视频 在网络社群中传出 然而 中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网18日发布的疫情通报却显示 12月17日0到14时 全国报告新增确诊病例仅2097例 重症病例较前一天增加15例 无死亡病例 面对如此巨大的反差 外界斥责中共隐瞒疫情已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 网上更传出消息 指中国各地为了把数据做好 有两大招数隐匿疫情 第一招 直接把新冠感染更名 据网友在社交平台上的爆料 中国各地医院现在对染疫而发烧的病人都不做统计 甚至在病例上做手脚 对核酸检测阳性到医院就诊的患者 直接把病名改写为上呼吸道感染 对染疫后死亡者的死因写为肺炎 都绝不提及新冠感染 第二招 核酸检测机构对检测书的阳性案例 一律不出具阳性报告 有网民透露 杭州核酸检测站张帖声明 称裁检次日早上8点未收到结果 则为阳性 阳性不出具报告 对此 有中国网友嘲笑称 消灭不了这个病就消灭这个病名 还有网友直言 这都是向朝鲜金三胖学来的招数 疫情之下 中共老干部尽管医疗保护严密 也难敌病毒的汹涌而至 路透社报道 12月18日周日 北京各殡仪馆异常繁忙 而八宝山殡仪馆每分钟都有临车进入 北京突然无章法的解封 导致全国染疫病例激增 民众陷入恐慌 前摩根士丹利亚洲区秦主席 现任耶鲁大学教授史蒂芬罗奇 周日发推评论中共解封后乱象说 功能失调的独裁统治 对退出清零政策毫无准备 令人震惊 作为放松清零政策措施的一部分 中共宣布不再进行大规模检测 让人怀疑中共官方病例数是否能反映疫情的全部规模 在北京 巨强感染力的Omicron病种的传播已经影响了从餐饮到包裹地送等服务 这座拥有2200万人口城市的殡仪馆和火葬厂 也在努力解决员工短缺的问题 因为大量工人和司机请病假 路透社报道 在北京最大的八宝山殡仪馆 也是处理中共高级官员和领导人遗体的殡仪馆 周日每分钟可以看到几辆铃车进入 而私家车的停车场也已满源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员工对路透社说 现在很难预定零车 很多亲属都用自己的车运送遗体 报道说 北京的其他殡仪馆也人满为患 火葬厂冒出浓浓的黑烟 成群结队的人聚集在那里收集死者骨灰 目前尚不清楚与COVID相关的死亡人数 对整体死亡人数上升且到多大程度上的影响作用 路透社报道 东郊殡仪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说 这里排着长龙 很难说什么时候有空位 密云殡仪馆一名工作人员说 我们现在汽车和工人都短缺 他补充说 火葬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多 我们有很多测试呈阳性的工人 他说 一名工作人员说 在怀柔殡仪馆 一具遗体要等三天才能火化 你可以自己把遗体运过来 最近比较忙 工作人员说 COVID-19在中国一些大城市迅速传播 导致药品普遍短缺 暴露出北京当局取消防疫控制措施后 缺乏准备 上海 深圳和其他城市的居民报告说 药店的退烧药和COVID测试计核已经受空 而社交媒体图片显示 COVID诊所外的长队与空荡荡的街道形成鲜明对比 金融时报周日报道 上海的科技工作者林茨冯表示 在过去十天里 他公寓的21个邻居中有8个感染了COVID病毒 我的高烧已经退了 但我现在吞颜困难 周六在家检测呈阳性的冯说 在深圳 一家药店老板说 店里的感冒药和发烧药都卖光了 两周来我一直在要求供应 但工厂仍在推迟我的订单 他补充说 计划在有货时自己去取货 没有司机 他们都检测呈阳性 广州的一名大学生Ivy说 她的同学最近几天陆续发烧 但由于无法进行家庭检测 其中一些人无法确定自己是否感染病毒 Ivy说 虽然该市的一家在线医院仍然有药品 但已经没有健康的工作人员来运送物品了 金融时报报道 中国非官方对疫情蔓延的估计各不相同 例如一位名叫陈青的业余统计家 分析了在线搜索趋势 他估计上周五有近4000万新的COVID病例 周六 陈青估计北京39%的地区已被感染 据估计 重庆市29% 广州市16% 和上海市11%已被感染 马斯克会否继续担任推特的董事长成了今天的热点话题 在意问服务马斯克就自己是否应该辞去推特CEO的问题 发起投票后 超过1750万人参与了投票 截至12月19日周一统计结果显示 在12个小时内 约57.5%的人选择了市 而42.5%的人选择了不 反对马斯克卸任推特负责人 马斯克周日表示 他将遵守投票结果 不过他也提醒众网友 许愿需谨慎 梦想会成真 马斯克领导的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 股票在盘前交易中上涨约5% 路透社报道说 特斯拉投资者一直担心马斯克在收购推特后 把自己搞得太累 他还创办了隧道企业Boring Company 支持医疗设备公司Neuralink 并领导火箭公司SpaceX 微部证券分析师丹艾夫斯在一份声明中说 看来马斯克作为推特首席执行官的日子将结束 从而对特斯拉的股票来说是一个重大利好 马斯克就是特斯拉 特斯拉就是马斯克 特斯拉被列为世界顶级汽车制造商之一 特斯拉股票今年已经损失了近60%的价值 马斯克本月早些时候失去世界首富头衔 上个月 马斯克向特拉华州法院表示 他将减少在推特的时间 并最终找到一个新的领导人 来管理这家社交媒体公司 马斯克周日在回复一位推特用户 关于可能更换CEO的帖子时说 没有近任者 Elon、推特CEO、投赠成票和投反对票 成为周一推特上的热门话题之一 英国新一任首相苏纳克 并没有向外界担心的那样 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退却 他12月19日将前往拉托维亚首都里加 参加由英方发起的远征军联合部队峰会 与北欧和波罗的海国家首脑开会 苏纳克将借此会议 呼吁各国领导人 在明年继续对乌克兰提供军事、 经济和政治支持 维持或超过今年对乌克兰的支持水平 英国远生军联合部队成立于2014年 由北约的英国、丹麦、爱沙尼亚、 冰岛、拉托维亚、立陶宛、荷兰、挪威 加上非北约成员国的芬兰和瑞典组成 英方指出 苏纳克的呼吁在英国宣布 明年将根据一份2.5亿英镑的合同 供应数十万枚火炮弹药之际发出 该合同将确保在整个2023年 向乌克兰持续提供关键的火炮弹药 唐宁街10号表示 英国已经是欧洲向乌克兰提供 防御性元素的主要供应国 包括发送多管火箭炮系统 和最近的125门防空高射炮 自2月以来 我们还提供了超过10万发火炮弹药 这些物资的交付与成功夺回乌克兰领土的行动 直接相关 苏纳克上周亲自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介绍了英方将提供的新军援计划 这将成为英国2023年 一揽子防御性元素的一部分 据悉 泽连斯基本人将以献上方式 参加英国远征军联合部队在周一的峰会 苏纳克在会前表示 从北极圈到怀特岛 英国和我们的欧洲盟友 在应对入侵乌克兰的问题上 一直步调一致 我们对欧洲再次实现和平的雄心 依然坚定不已 但为了实现和平 我们必须阻止侵略 我们在整个地区的部署 对于确保我们能够应对最严重的威胁 至关重要 以上就是本期《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 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